新庄水泥风湿暗凶宅85折求兽,不到一天时间就已卖掉。 图结字脸书房屋买卖社团001house.com 台湾地区房屋土地租屋买卖即全新二手交易平台。 分享,今年3月新庄发生一起震惊全台的杀人案件, 一对同住的姑嫂起争执后,张姓嫂嫂以健身用哑铃狠砸小姑, 又将其头埋入雨盆水中使其溺壁身亡, 之后利用水泥风筑尸体企图粉饰太平。 12日一名网友上网求授该凶宅,写明开价698万, 不可向银行贷款,结果13日中午显示已售出 脸书房屋买卖社团大台北租屋网。 房东尽量PO于001,house.com台湾地区房屋土地租屋买卖, 即全新二手交易平台二社团上在昨下午贴书一则讯息, 出售一间位于新庄区民安路的凶宅, 电梯三房,总评数41柄, 另有颇平车位,开价698万,不可向银行贷款, 有眼间网友发现似曾相识,询问是否为水泥埋尸那间。 贴文者则回答是,强调投资报酬率高, 虽无法与银行贷款,仍有不少感兴趣。 据网友询问,今年3月13日, 新北市新庄区发生一起震惊全台的水泥封尸案, 张姓嫂嫂与叶姓小姑同住, 但长期不合,张女音不满叶女打电话到她的娘家, 竟持哑铃狠砸叶女头部, 又将其托至浴室中以水盆淹死, 最后将遗体拖到叶女房内, 以水泥封住尸体完成依水泥种, 试图粉饰太平。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 该间房子是由业家父母在25年前购入, 房贷都是由死者业女支付。 贴文的房仲表示, 仅是帮忙同事带发文, 屋主则相当低调, 不便多透露资讯。 事后该则贴文已从大台北租屋网, 房东尽量PO撤下, 但仍留在001house.com台湾地区房屋土地租屋买卖即全新二手交易平台, 且13日中午前就标示已售出。 住商不动产企划研究室经理徐家新指出, 凶宅约为市场价的一半, 根据内政部不动产实价登陆查询, 该区的房价单平价格约21至27万元, 平均为23.5万元, 此案扣除车位后单平价格约20万, 为市场价的85折。 但因不能贷款, 未来若要转手恐有困难, 买家还需审慎考虑, 今年3月新北市新庄区发生一起震惊全台的水泥风湿案, 图位发生地点外观。 图结自脸书房屋买卖社团001house.com 台湾地区房屋土地租屋买卖即全新二手交易平台。 分享。